妳看 妳仔細聽 妳這個地方好像有一個那個 小綿羊的賽車的一個比賽賽車場 對 那個50系列摩托車 那個是那個牛蛙在交配的時間 牠會叫 對 阿騎那天就贏 大姐很害羞啦 很害羞啦 那一隊已經在那邊 妳撐 對啊 這裡要交配了啊 已經在那邊閃閃閃閃 對啊 台灣Dating 相傳在古代 後宮並非有一樣愛不釋手的美容聖品 叫做雪哈 原本只生長在中國東北雪地 有著動物人生之稱的西式珍寶 你知道雪哈指的是什麼嗎 沒想到在屏東也有它的蹤跡 甚至還紅到大陸本產地區 就讓我們一起去見見台灣的雪哈王 大姐 我們現在要幹嘛 要來抓公母 抓公母的這個牛蛙是不是 對 顏色不一樣的 顏色 我看一下顏色 這個就公的 公的 這公的嗎 要怎麼看 你看 看這裡 這裡是魚的嗎 耳朵 耳朵 看耳朵 耳朵這邊這樣是公的 對 看母的是什麼樣 對 這是這樣 比較小 這是公的 公的耳朵比較大 母的話呢 耳朵比較小 對 對不對 但是不分 顏色不一樣 公的比較綠 母的話就灰灰的 對 這個都已經到了成熟的時間 要開始要交配了 對 因為你要看這個 它比較健康 它看這個比較黃 它就比較有 讓你交配起來 比較會洗 大姐 你看 你仔細聽 你這個地方好像有一個 小綿羊的賽車的比賽賽車場 對 那個50系列摩托車 那個是 那個牛蛙在交配的時間 它會叫 對 阿姨的工他就 恩恩 求我 是 它其實真正的聲音是什麼 你知道嗎 真正的聲音是 公的牛蛙說 台北 台北 老母的牛蛙說 台北 台北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真的啦 真的啦 你都聽我 這隻 讚 這隻有夠大隻 大姐 很害羞啦 很害羞啦 那一隊已經在那邊 你知道 對啊 這已經要交配了啊 已經在那邊 對啊 這個對我的理解來講 這個應該上面那隻是公的吧 那個上面要公的 下面要補的 公的為什麼一定要在上面 那個公的喔 它抱緊的喔 它那個公的角 會把它一直拉那個 生殖草 生殖草 讓它的酥軟管 對 它就有 外面受精啦 那我所知道的雪蛤 不就是在講酥軟管嗎 對 那你們在賣這個雪蛤 它酥軟管的卵都被排掉 那怎麼怎麼賣 有做來 交配的話 就沒有酥軟管 做種 做種的 就沒有酥軟管 因為它接下來 可能在生下來母的話 有酥軟管就把它保留下來 對 那個就要去提煉出來 做雪蛤 對 沒想到這裡指的雪蛤 原來就是處女之生的母蛙 生殖草 上過這堂課 我不會再公母 傻傻分不清楚啦 公的顏色呢 青綠色 耳朵較大 下巴肥厚明顯 母的呢 則是黑黑醜醜 耳朵也較小 現在真是牛蛙的繁殖期 把種蛙送進洞房 約一天後就會開始殘暖 大家也透露 從育種到最後的處理加工 全都是自己一條龍作業 光是年產量 就有三十萬斤左右 這一隻的蝌蚪很大耶 它這多久了 一年了 一年多了 一年多了喔 對 那我拿這個蝌蚪要幹嘛 給它 這樣跳下去 對 它有四腳的 它就打上去 喔 因為本來只有尾巴跟一個頭 然後後來它會變成有兩隻腳出來 對 它變成四隻腳出來 那它就從那個 本來是塞不起嘛 現在變成廢 對 所以它跳到板子上面來 對 讓它有喘息的空間 對 那像後面那個呢 那個已經承載不下了 對 那要把它撈起來 那怎麼辦 裡面這個都是長四腳腿的 對 而且它有些尾巴還沒有完全退化 對 尾巴它營養不會 讓它吸收之後 尾巴它怎麼吃了 它現在都靠尾巴在生活 現在這個是要看到另外一隻羊 對 但是我剛剛看到你這附近 我跟你講都有排水系統 有水溝 對 對 那個水溝裡面有魚耶 有很多魚啊 20年了耶 火魚生最高啊 無鍋魚喔 養在這裡喔 這裡面是無鍋魚喔 對啊 無鍋魚啊 哇 這裡面是無鍋魚 養大裡還可以撈起來吃喔 可以啊 真的假的 好好吃喔 面對成千上萬的牛蛙大軍 大姐自由妙招 在水溝邊呢 養上幾條無鍋魚 負責清理淤泥和髒東西 打造天然的最佳水質環境 這樣青蛙才會健健康康 頭好壯壯 大姐說 從蝌蚪變態圍成蛙 約十個月到一年 這時牠們已經發育完成 而母蛙的生殖潮 也剛好達到巔峰的狀態 最適合拿來做雪蛤 今天剛好有大批工人 在開始採收牛蛙了 趕快根據看看新鮮的雪蛤 到底長什麼樣子 大哥 我們剛剛抓來這些 對 要把它冰昏 冰昏倒喔 這不是直接就把它處理嗎 沒有 牠會跳 沒有辦法處理 在冰到多久 大概是大概一天的時間 零度到三度 那到底是取哪個部位呢 母蛤 這母蛤 牠這個已經到採收的期間 牠的花紋已經都展現出來了 是 牠還沒有完全過 牠裡面有很漂亮的雪蛤 雪蛤就是什麼地方 在這個部位 牠的生殖潮 生殖潮 對 也就是卵潮 對 我要是講生殖潮 生殖潮 對 那是什麼樣子的 你可不可以給我看看 可以可以 就是這個喔 雪白的 有一點紅嫩紅嫩這樣 這是一隻牛蛙取出來的量嗎 對 一隻牛蛙大概有幾克 濕的是可能有三克 三克到四克 但是牠經過烘乾以後 可能不到十分之一 我們這個是採用冷烘乾燥 沒有破壞牠的磁吸食物 雪蛤在古代是皇宮的貢品之一 具有良好的滋補養鹽作用 深受厚非的喜愛 它主要的成分為蛋白質 更擁有多種維生素與磁激素 因此常有人將雪蛤與燕窩 相提並論 把新鮮的雪蛤冷風烘乾之後 再發泡四個小時就可以入菜囉 哇 雪蛤餐 對 吃起來皮膚漂亮又很好 這樣子喔 對 那妳幹嘛要準備一盤鹽酥雞給我吃呢 就是 一個牛蛙肉 牛蛙肉 這炸起來 這根本就是鹽酥雞啊 你看 對啊 鹽酥炸的 沒有膽固醇 零膽固醇 好吃 我覺得跟雞肉一樣 對啊 那如果我要再補充我的皮膚的養分 我就要吃雪蛤 對 那這一碗呢 這碗看起來 是那個雪蛤根 雪蛤根 雪蛤根 是鹹的 對 鹹的 你如果煮什麼款 它就有什麼款的味道 這樣喔 對 你如果煮鹽鹽的味道 沒有味道 沒有味道 像那個 煙窩 煙窩 對 煙窩 這跟煙窩很相同 對 絕對蠻好吃的耶 裡面給我的感覺有一種滑滑 呃 有很多的膠原蛋白的感覺 對 對 膠原蛋白很高喔 對不對 膠原蛋白就是要讓我們的皮膚 皮膚就是比較水嫩水嫩 這個又是什麼呢 這個是 那個牛蛙肉的肚 牛蛙肉的肚 脆乎乳 牛蛙的胃 對 我了解了解牛蛙的胃 一隻只有一個 哇 那個大隻 這麼一顆而已 這麼小隻 對 那這個很珍貴喔 對啊 很珍貴 所以你一般 牛蛙肉好吃 比較少 對 好吃耶 對 很好吃啊 你用三杯的做法 對 炒那個麻油 炒麻油對不對 對 因為它的脆度喔 有點像是 泥油 對 泥土 泥土 有啦 脆葫蘆也就是一般號稱的龍肚 可是餐廳少之又少的佳肴 一隻牛蛙也才有一個肚 可見光是這一小盤的脆葫蘆 就需要多少隻牛蛙 除了脆葫蘆 雪哈料理吃起來也是一點腥味也沒有 反而多了一點QQ滑溜的口感 沒想到一隻牛蛙全身都是薄 就連以往丟棄的卵巢 經過大哥大姐的研發精緻化 都能夠搖身一變成為美容盛品 不愧是駕鋼 台灣雪哈王 世界之大無奇不猶 夫人摩擦五花八門 跟著我的腳步 給你超無想像的 台灣得力